2021年国内销售汽车总额一共2627.5万辆 其中SUV全年产量超过1010万辆 占汽车总销量的38.44% 轿车销量984.6万辆占比37.4% 新能源则是352.1万辆 根据中汽协会数据统计 SUV已经连续两年力压轿车 在国内夺得最受欢迎车型宝座 可以这么说 SUV就是以往中国汽车市场变化的缔造者 而在SUV市场里排名前三的分别是 哈佛H6 长安CS75以及本田CRV 这其中哈佛品牌已经连续9年称霸 国内SUV消灌宝座 旗下H6车型各是国产自主品牌中 唯一一个突破300万的车型 甚至可以说没有H6 也就没有现在的长城 哈佛H6成功的原因有很多 第一 先路局者的先发优势 长城是最早做国产SUV的那一批 2011年初代哈佛H6正式上市 这时候的哈佛车标 用的还是长城的风火台盾行车标 汽油版售价8.88万到16.28万 在此之前 国内SUV市场一直是一众两田的舞台 在当时牢牢占据着SUV销量排版的前列 就比如丰田RV4 本田CRV 大众图观 而当时这些车型的售价 均要18个W晚上 这对于任何一款 试图到核之领地抢持的自主SUV来说 都是举步维艰 任重道远 不过古人有句话说的很不错 正所谓物尽天责 适者生存 在十年前国内的大部分农村道路 还是蛮具有挑战性的 底盘过低的车型很容易被磨损 所以当时的城市SUV底盘高 和解决了老款SUV不舒适油耗高的 这么一个特点 就被国人看中了 而在十年前 十万以下的城市SUV市场一片空白 况且SUV在当时的汽车市场销售额中 所占的比例可谓微乎其微 而长城在那个年代 作为一家在皮卡MPV领域有所成就 但是要扩展到 与核之车型竞争的赛道 在当时的市场来看 长城哈佛是在与命运对赌 是年SUV的大流行 当然从现在来看 魏建军和长城都赌对了 或者说做对了 而长城之前也是造过轿车的 毕竟在那个年代轿车才是主流 2007年的11月份 长城取得了轿车的生产知志之后 他也造起了自己为数不多的几台轿车 像是腾翼C30和C50等等 虽然这些车的市场效应都很不错 但为了去抢占国内紧凑及SUV市场 长城走向了与当时大多数车企 完全不同的道路 将主战场从主流轿车市场的血拼中 转移到当时销量微乎其微的SUV上 这种剑走偏锋 或者说一条腿走路的做法 到底值不值得长城去做 答案是肯定值得的 其实长城早在2012年 就推出过一款全新的越野车型 赛佛SUV 虽然是山寨的丰田旗下的市专了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是中国国产SUV的开山之作 更架不住的是人家性价比就高啊 仅需要8.58万 就可以拥有丰田普拉多相同的底盘传斗轴 更是被称为工地三大神车之一 这辆车有一个好玩的地方 作为一台SUV 它的后挡风玻璃竟然可以降下来 长城说到底还是那个长城啊 那如果说赛佛和赛尹 还没有完全脱离皮卡的影子 那么2005年 长城推出的全新系列哈佛CUV 绝对是真正意义上的City 这辆车靠视的是北美车型50的 而它的定位虽然是城市型 实际上跟差不多同期的奇瑞瑞虎相比 哈佛CUV绝对不城市 非承载车身后驱分时市区 以及搭载中国车企的老朋友 国产发动机的大救星 日本三菱4G64发动机 都知道三菱有一个叫做Evolution的车啊 而4G64发动机 就是和当年被称为 红色神机头的4G63同一个系列 这发动机强就强在无止境的机械素质 300匹只是起点 千匹不是中店 用最简单的科技 带给你最疯狂的机械心 那说回长城一开始 确实不知道怎么造发动机啊 那没办法 就只能拆别人的 一壶的画瓢印象魔改 改不了了就买 买的东西成本贵 自己也不好掌控 那就自己研发 于是到了2021年 长城自己研发的 3.0T加9AT 混动AT 大排量V6发动机 大众都不敢碰的AT 长城他碰了 说实话 当然好不好用是一回事 有没有就另一回事了 你可以用别人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一直用 那哪一天别人不给你用了 那你不就记的吗 回想当时哈佛英文还不叫哈佛 而是 代表自由翱翔的 是准备进军国外市场取的名字 不过这名字 在当时被很多国家注射过了 才能没办法 只能重新寻找一个 在英文里没有实际一页 但全球发音更一致的单词 哈佛 并赋予它哈佛2的行业 而通过前期的赛福SUV 以及哈佛CUV 积累的经验与口碑 终于在2001年 初代哈佛H6上彻底体现 刚上市就拿下首月消灌 而且在2016年12月份 达到了当月销量高达8万辆的记录 再加上一开始买的人多了 消费者认为销量好的产品肯定值得信赖 这后期保管维修也方便 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 哈佛H6的成功 最重要一点 显然离不开国内SUV市场的大爆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国内SUV市场是什么时候开始爆火的呢 根据成年会的数据 2008年到2017年 中国SUV销量逐年翻倍升高 从2008年的41.93万辆 月升到2017年的106.95万辆 对比当年轿车业才卖的1168.3万辆 也就从这一年开始 国内汽车市场总共年销量 SUV开始于轿车平起平坐了 而站在风口上被吹飞的车型 就有哈佛H6 以及长安CS75等车型 你没想到的是 长城从2010年就开始参加 达卡尔拉利赛 车型为长城哈佛的H3 H5 CUV 389号车主 当时一同参加了中国车企 还有奇瑞汽车的V0X5 382 383号车主 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越野赛事 这项号称世界上最严酷 最冒险的勇敢者游戏 需要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和走出路 而他俩获得的成绩和品牌口碑 多少有点不成正米 究其原因有三点 第一 受困于当时的实力有限 对赛车技术的转化和吸收做的不好 更何况长城本身 并没有自己的赛车部门 第二 赛事本身的影响力 并不向世界三大赛车运动影响力深远 第三 国内赛车赛事普及度 相较于国际还有不少差距 经济战算不过来 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为什么长城还是选择连续六年参加这个赛事呢 要知道 在国际汽车界有一种普遍的说法 想要有多大影响力 就要参加多大赛事 选择国际赛事去提升品牌影响力 不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就比如领克03TRC在WTCAR上夺冠 多牛扁 哥们在不少地铁狗都看到海报了 再说一点 尽管这辆赛车和领克的03 03家唯一相同的 可能只有那么一个车壳子 但是有了国际赛事冠军的称号 也就为了领克03车型做了背书啊 那说到长城汽车 极其苛刻的管理 在整个河北省 乃至是整个汽车行业都是出了名的 但有几点却很离谱 就比如长城员工 必须要买长城的车 才可以免费停在长城公司的车位 不是长城车的 停车场的不但进 而且时不时还会说到领导白眼 但是作为自家员工 买长城车是有优惠折扣的 这其实是这个时代不成文的规矩了 各个车企折扣幅度不同 大部分是6.5到8则 6则以下的很少 其实这项制度很多车企也有 比如像是国内大产比亚迪吉利的 也都有这类制度 如果你不是本车企生产的汽车 停在了园区内 执意不开走 那么就会被插车插走 你看奔驰的老总离职的时候 不也回家才能开得上宝马i8吗 这种离谱的制度规则啊 我想是各大车企出于企业形象考虑 一来可以勒紧员工与公司之间的情感纽带 奥莱是可以得到自家员工的认可 也算是线下口碑的积累 你想想你的合作伙伴外部领导 过来开会是啥 眼前一盘的自家车型 那不是备有面吗 但是没有一家车企敢强制要求员工购买自家车型啊 最多是引导 用money来引导 话说啊 我在陆上就没有见过两款完全一样的哈佛H6 实际上哈佛H6早已不是单一车型 而是一个分支盘大的家族系列 虽然H6只是一款隶属于哈佛旗下的一个款式而已 但是H6又分柴油汽油手动自动红标蓝标黑标 这三个细分规则来看 H6应该是SUV里面单一车型型号最多的 光是H6这一个型号就有90多个版本 这也让我们觉得哈佛就是H6 亦或哈佛H6就是长城 那为啥长城要把一款车分这么多型号呢 这么做对于自家的其他款式又会造成什么影响 我认为H6为什么要分这么多个车型的原因就在于 长城想要以H6这个单一车型开发多种款式 用数量来战胜时间 毕竟现在流行性能源嘛 回到H6本质来讲 简单来说就是让广大消费者产生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 想起哈佛就会知道这个是SUV品牌 就好比想起宝骏就知道他家MPV很多 提起BBA就知道他们是国内豪华品牌 而这些品牌营销是可以直接影响到消费者买车的决策制定和参考标准的 不过H6的细分市场和保时捷911也很多的车型款式比起来就有着本质的区别了 就比如最新的992代911有Corella Taga Turbo以及GT系列四个款式 这四款车型中又存在配置不同的各种车型 就比如国内在售的911Corella就有普通版产盆版四驱版 还有四驱敞篷版带S的运动版 这里面的S仅仅代表着更高功率的水平对峙发动机 也就是马力更大排量更大 继续套啊还有带S的运动产盆版 四驱运动版四驱运动产盆版八个不同配置的车型 在国内比较少见的911Taga又有四驱以及四驱运动版两个配置的车型 还有四驱版本的Turbo款式 又有911 Turbo S和产盆版两个配置 这一共12款车型是保时也911经过59年的风雨沉淀 在市场的激烈斗争中存活下来的 可以说911为什么有这么多款车型的理由 就是通过历史的选择市场的肯定 才造就了如今911系列的伟大 而哈佛H6则完全与之相反 要想在国内汽车市场存活下来 时间是很宝贵的 过去的每一年几乎都伴随着老牌车企的陨落 以及造车新势力的崛起 所以长城为了生存 必须不断丰富哈佛H6的产品线 以租网式产品布局 用数量来弥补时间和市场的消耗 那么之前提到了哈佛的红蓝黑车标战略 咱们就来讲讲这个车标的意义是啥 在2015年4月上海车展上 哈佛先是启动了红蓝车标战略 在当时红标蓝标唯一的区别 就是前进气格三不同 而黑标H6和红标与蓝标H6 在三大件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只是在外观上有不同的风格而已 以前的红标是简约风格 黑标则一直都是运动风格 但是在以前的H6中黑标的售价要贵一丢丢 不过在2018年之后 哈佛H6在所有型号都统一实行了黑色车标 其实这个车标颜色战略 美国通用公司的雪佛兰也用过 雪佛兰的车标历经百年变更 曾经有蓝色红色金色黑色 现在则只有金色领带和黑色领带保留了下来 其中金色又代表商务以及居家 黑色则代表科技或是运动 哦对了 吉利早期的顿型车标 中间的颜色也是红色和黑色 后期的车标中间的颜色被改成了黑色和蓝色 到现在新出的车型就全部采用黑标了 那为什么这么多汽车品牌都要启用全新的高级黑logo呢 我认为这是公司战略的改变 要追求差异化高端化全球化 这个概念其实也很简单 就和你平时的穿搭一样 黑色是所有颜色的镜头 但也是所有颜色的开始 当然一款优秀的品牌产品 毕竟之路就是渗透期和收割期 就好比渗透期是哈佛H6 称霸销冠90多个月的国民生车 那么收割期就会是长城旗下的其他纸系列 其实这个不管是国产还是合资 都会存在这个市场导向 这不是牌子的问题 全球车企都一样 甚至其他行业很多也这样 比如我一朋友就在灯厂里上班 代工各种品牌电灯 他说大部分灯珠的寿命都是人为设计的 保你用两三年基本就得换 并不是质量不好坏的 而是灯光衰减亮度不够了 这样市场才能良性循环 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长城哈佛H系列不只有H6这一款车型 入门级小型SUV哈佛H1因为停止优惠 导致销量持续性下跌 最终退出市场 被称为精品化H6的H2 目前销量一般半死不活 H3又和早期H5的区别不大 支援不够分销量不行被迫停场 H4又是换壳版的H6 主要是长城有了哈佛H5这个新欢 就忘了就爱 中型城市SUVH7成本太高质量不错 但销量一般不能赚钱还没停场 H8 H9则定位硬派中大型SUV 价格散升到了合资品牌的领域 那竞争就十分激烈了 简单来说H8就相当于没大量的H9 自身定位就失误了 那直接开摆 导致销量敞弹黯然离场 而且自从坦克500的亮相 H9的未来也变得扑朔迷离了 从这么多的车型案例来看 很容易就能看出 长城想让哈佛成为国产SUV领导者的野心 从H1到H9 覆盖小型到大中型SUV的市场 哈佛的产品结构非常类似于 陆虎、DEEP等世界顶级专业SUV品牌 不过哈佛SUV的优点恰恰也是它的缺点 H6的超高产品力导致其他车型市场关注度不高 多款车型售价区间重叠定位混乱 长城试图利用多余的产能 去满足不同需求的消费者这一概念 对于现在的长城哈佛来讲难度较大 说道理就是长城可以在SUV 以及皮卡和越野三个领域 显现出不错的竞争力 但在轿车以及新能源上却不见踪影 况且这俩还是如今汽车销售板上的大头 最后再讲一个长城的冷知识 第一 长城哈佛在2021年11月份开始 在俄罗斯的销量反杀大众 进入俄国销量排行前10名 第二 俄罗斯陆军采购了H9作为军车使用 所以你能发现在俄罗斯军事电影《天空》里面 就出现了哈佛H9自辆车 被作为特种部队的出行车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谢谢你的观看 想听更多有趣的汽车文化故事 可以关注我 这里是山区兄弟 我们下期再见